回答的內容都還蠻有條理的 外媒更了解 他們到底國政 或者是他們想把臺灣 帶去什麼方向 都有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日本媒體大戰 奈蕭佩有清楚方針 民進黨的選前國際記者會 受到大批外媒關注 根據統計來自28國 128家媒體 一共217人參與 除了美國日本大陣仗 分別有近20家媒體 和近50人冒名參加 多家媒體更是出動 5人以上的官選團 來到現場 包括紐約時報 法新社 路透社 日本時事通信社 日本經濟新聞 還有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等 更有外媒大篇幅報導的 記者會內容 路透社標題 臺灣執政黨候選人 將和中國維持台海現狀 日本NHK官網 也刊出賴清德照片 以當選將能讓中國 有機會檢討對台政策為題 值得關注的是 遠從歐洲飛來的 就由瑞典 丹麥 法國 意大利 愛爾蘭 捷克和盧森堡的媒體 可見臺灣政治在歐洲 受到矚目的程度 關注臺灣大選也聚焦 中國戒選議題 因為兩岸關係怎麼走 將牽動全球局勢 3D新聞合適的聲音詞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學校 經詞 網說 網又 imm